竹山紫南宮周邊 像是一個小小市集 賣菜賣水果 就像這樣一包一包賣 這一攤賣的是蓮霧 一袋起碼十多顆 才賣一百塊 但打開袋子真像是 不是裂果就是發霉 讓在場的攤商 當下好尷尬 店家說這些蓮霧 全都是上游即賣 一包一包張戴好 讓香客們方便拿了就走 假使有裂果 可以直接反映更換 但類似的情況 在網路上有民眾抱怨 同樣在紫南宮周邊 買了一包蓮霧 原本想打開檢查 但店家達了死結 還不讓人當場拆開 回家一看 全是裂果發霉 我們都吃不到 一包都吃不到 一包一包 一包一包 他如果還要檢查的話 我們也會讓他檢查 他不喜歡的話 他可以拿來退沒有關係 也有攤商將水果裝攤 攤開賣避免爭議 超寶官說 買到爛果 雖然沒有發票證明 但還是能透過 超寶會申訴 雖說爛水果可以換 可以退 但紫南宮 大多都是外地客 誰能為了一百塊水果 再跑一趟 難怪引發爭議 記得正門祥訊 文文 彭馨 南投報導